没能将那基地首领干掉 不要这样想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现在我只想你能好好的活下去 可我没了你该怎么活下去 我从小就是孤儿 师父将我收养叫我武功 他被仇家破坏 我亲手抱了这泄海深仇 却也意外救出了你 自此你我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怎么能说忘就忘了呢 可你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走 你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 要振作起来 要活成当年我心中的那个盖世英雄 我要走了 不要让我失望 零儿 不要离开 零儿 好 我答应你 我会振作起来 我会让你失望的 零儿 我明白了 答应你的 我一定会做到 你是 我是这个岛上的居民 发现你晕倒了 这才将你带回来救治的 是吗 脱好疼 太感谢您了 小伙子 你也在 我的天 车仰云大哥 你终于醒了 是啊 就感觉自己做了好长时间的梦 对了 基地那边怎么样 先不要担心这个 你大病出去还是要多休息啊 就是 岛边有我的小木筏 你可以过去休息 好 我知道了 待会休息调整好 咱们一起去基地复仇 嗯 好 您真是太神了 没想到 这催眠疗法 如此有效 现在 也只能说是病情稳定了一些 还是需要汤药巩固啊 否则 随时可能复发 哦 哎 也不知大炮 外出寻找的怎么样了 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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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呢 啊 今天 是木发秀车的第138铁 神医用催眠疗法 暂时稳定了 陈晓英大哥的病情 也希望他能够 多坚持一些日子 撑到大炮呆要归来 而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 等待这一切过去 就像陈晓英大哥 拜师学义 红岸基地 我以你 事不良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